上个赛季,发力让纳布勒斯提出了令人满意置信的足球,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能够真正挑战有能图刺冠军头衔的球队。 在2017-18赛季,纳布勒斯提出后与斑马军团4分,而他们在2016-17赛季落后5分,2015-16赛季落后9分。 尽管纳布勒斯提的很好看,但娶乐部主席的狼伦蒂斯,还是抨击了他们的前主教练,声称他给了他一切,但他仍然无法赢得任何东西。 据英国《每日进报》报道,纳布勒斯主席解释说,从上个赛季开始,我就一直享受着踢得这么好带来的乐趣,但同时也感受着什么都没赢得的痛苦,我们把一切都给了他。 却在三年内一无所获,虽然德劳伦蒂斯对这位59岁的教练发出了激烈的批评,但在今年夏天接替他的老乡孔帝后,已经带领蓝军在英超新赛季,取得了两连胜的成绩,分别战胜了哈德斯和埃瑟纳。 前切尔西主帅安切洛帝是德劳伦蒂斯挑选的接替萨里的人选,自从离开半远慕尼黑以来,安胖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,现在德纳布勒斯主席对他赞不绝口。 他说,安切洛帝是一个很可爱的人,他错误地进入了足球界,无论他选择什么领域,他都会取得非凡的成绩,因为他是一个冷静的人,不会怀恨在心,能保持平衡,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美德。 事实上,这位前黄马主帅曾在切尔西、AC米兰、巴黎圣毅尔曼和拜然分别赢得了联赛冠军,并且拿过三次欧冠冠军,其中两次在AC获得。 一次是在黄马,他带领的纳布勒斯赢得了一架联赛的首场比赛,他们以2比1击败了拉奇奥,并且在这个周末就将对阵AC米兰。